VBA其實自動化這件事情蠻重要的 可是我是覺得坊間的書籍其實介紹的並不多 那當然你如果Google這個關鍵字 書納分析表VBA的話 其實第一個就是它在官網有沒有 那其實書納分析表的英文單字物件名稱叫做Pirate Table 那這個物件其實要怎麼使用就是重點了 可是理論上如果你要自己寫真的蠻麻煩 所以你可以用入字聚集的 那我其實偶爾會搜尋一下 那當然我搜尋的這邊其實你會發現 我常常搜尋之後發現前面的東西 好像基本上都是我的影片有沒有 前三這三個好像都蠻熟悉的 吳老師吳老師吳老師有沒有OK 那底下又是官網的 然後我快要變官網代言人了OK 然後裡面都是我的 所以其實好像真的有人分享的並不多啦 頂多是說有人寫那個部落的文章 巧克的VBA分享 不過後來我把它點進去看一下 我發現呢 又會發現很熟悉的關鍵字啦 這個在YouTube上好心的人台灣的吳老師 又出現了OK 反正到處都有OK 然後好像這邊也有文找的這個 點進去好像 這個好像 這個又是我的 反正奇怪怎麼都是我的東西 所以 所以 蘇柳分析表 這個部分其實是很重要的 而且非常好用 我覺得eSale 如果你不會要蘇柳分析表 真的不要說你會用eSale 我是這樣覺得啦 因為實在太重要了 而且其他的工具 並不太能夠做這些事情 但是eSale卻把它做得很簡單又快速 那如果我可以利用它 也可以結合VBA的話 哇 那將來要產出報表 真的太簡單了 你只要把資料倒進去給它 你愛做什麼報表 馬上就可以幫你產生 而且馬上把圖畫出來 甚至你要畫那個 所謂的像Power BI的Dashboard 其實都可以 你要愛怎麼放怎麼放 其實真的不會太麻煩 但是我覺得 可能因為真的會用的人 還真的不太多啦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那要怎麼做 我把我的經驗分享給各位一下 第一個的話 一樣做出這一個 再做這一個 所以我們待會要做什麼呢 就是第一步 也許先錄製一個 先產生這一塊就好了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Step 也就是我先錄一個劇集 這個劇集的話 叫蘇紐分析表 不過蘇紐分析太長 叫蘇紐表好了 那這邊叫蘇紐圖好了 然後再把這兩個結合在一起 然後就可以變成一個叫 例年切到折線圖 那怎麼做 第一個的話 我們來看 就把它刪掉一下好了 那我們一樣 假設我們上個禮拜做過了 所以我就直接怎麼樣 直接就利用錄製劇集來做 OK 把上個禮拜的動作 把它錄製成劇集 然後再來就是讓它run 所以第一個 我們就是錄製劇集 然後劇集名稱的話 也許叫做蘇紐表好了 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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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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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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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 再拖拉到裂 等於是跟之前做的動作 請你顛倒一下 為什麼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先裂在 城市執行的時候 會有BUG 但是如果你顛倒 城市就沒有BUG 原因不明 我不知道原因 我顛倒就發現OK 所以這邊跟各位講一下 所以我錄下來是 年拖拉到直 再年拖拉到列 有沒有 然後再把這個標籤 裡面的102、103 跟112把它隱藏起來 112好像不要啦 就是這個 所以隱藏的話就是 列標籤後面的這個箭頭點 把這兩個打勾取消 這個打勾也取消 OK 這樣子完成 完成 完成之後的話記得 請你把開發人員裡面 停止錄製 這樣OK了 然後我把它刪掉一下 刪除 讓它重跑一下 所以錄完之後理論上應該有樞紐表 但是你會發現 如果你執行的話 它直接會怎麼樣 馬上出錯 為什麼呢 其實看一下 真錯一下 所以以後呢 假設啦 如果你發現城市有錯誤 你也不用緊張 因為 你如果是初學者 城市出錯是很正常的 所以你應該要學會一件事 如果出錯 你要馬上找出錯誤的地方在哪裡 那並且學會修正 那這樣問題以後就不會發生了 OK 真錯 那你會發現 它其實是這樣 如果你重新錄製 本來我們城市放Module 1 對不對 那你如果錄製去期 它會直接幫你新增一個Module 2 並且幫你產生一個SUB 叫樞紐表 有沒有發現呢 這邊多一個啦 然後這邊 這個應該是放在Module 2裡面 然後你會發現呢 這個地方 它跟你講說出錯了 執行一下 真錯 那你說 老師這個地方錯 我看不出來 哪裡再按一下 還是錯 那不過啦 跟各位講 其實呢 你用猜的應該也可以猜出 哪邊有錯 其實只要一個地方 把它拿掉的話 其實基本上就OK了 各位看一下 叫Table Discination 對 意思就是說 你這個樞紐分析表的表格 要放哪裡的意思 那我要放在哪裡呢 工作表4 驚嘆號 指的是這個工作表的 R3指的是第三列 C1指的是第一欄 C1指的是第一欄 那其實就A1 不不不跟你講 A3有沒有 這個是A嘛 這個是3 意思就是我要放在 工作表4的A3儲存格裡面 開始啦 OK 意思就是說我要A3嘛 然後我那個表就直接往下 幫我 就是開始放 那可是問題來了 有沒有發現 這邊叫什麼 工作表5 對 然後這邊工作表4 當然一定找不到 所以啦 其實有幾個做法 要不你就把它改成工作表5 有沒有 那如果工作表5 執行可不可以 我們執行一下 欸 過了有沒有 但跟各位講 那如果你下一次再新增1個 那不就變工不找6 那你永遠都一直在 那下一次又Bug 然後你就要把它改成6嗎 那跟各位講啦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你直接把工作表擠 驚嘆號呢 把它delete掉就好了 那意思就是說啦 反正不管了 你現在切過來的這個地方 就是我要放資料的地方 那你就放A3那個地方就OK了嘛 那這樣就解決了 所以喔 特別注意 如果你剛剛那個Bug出現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解法 就是直接怎麼樣 把剛剛的工作表擠的驚嘆號 把它delete掉 這個工作表 RUN就OK了 你看我們再RUN一次 好那add嘛 所以它Shift.add就是新增工作表 在原來工作表的左邊 所以你會發現這一行 這個add 它會自動幫你加這個啦 那現在變工作表6 所以你剛剛如果改成工作表5 那再來還要再改 那如果你把它拿掉的話 其實就可以過了 應該就OK了 有沒有 就可以過了 但是呢 底下這個也會出錯 因為沒有工作表4 所以這一行喔 你是直接可以把它刪掉了 因為這個也會出錯嘛 它找不到 所以呢 理論上喔 這兩行都可以拿掉 為什麼這個是 你要點這個工作表 目前這個已經換了啦 所以這個 我把它拿掉 但是我先把它前面加單一號 表示我這個先保留 那油標要不要放在 這個叫Sales的第三列的第一欄 那就是A3.3 其實不用啦 你不用點也OK 底下事情一樣可以照做 所以這兩行都可以刪掉的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底下就是說 先把 欸有沒有 這個應該是 Add Data Fill 就是 這個應該是把 年拖拉到哪裡呢 拖拉值 好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 那怎麼看 其實底下這邊有一個 參數叫 XlCount 那XlCount 其實如果你看到 XlCount 或XlSum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 加總或者計數啦 那指的應該是值 OK 所以這個 這一行的話 應該是拖拉到值 那怎麼知道 是不是拖拉到值啦 其實你按F8 欸有沒有看到 計算的結果就出現了 好 然後再來的話呢 這個 Wish 到End Wish 這個應該是拖拉到值 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知道 所以這個 Orientation 這個有沒有 它已經跟我們講說 是Raw Fill Raw Fill的話 是列藍位 所以列藍位 就是剛剛的那個 那Position的話 指的是什麼 它的Wish 所以可以是第一個 可以是第二個 OK Wish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再來的話呢 就是隱藏 所以喔 我們剛剛做的是把 102 103 跟115 隱藏掉 那其實 將來要怎麼寫 其實就寫這樣嘛 就是Pivet Fill Pivet Table 底下的這個 有沒有 黏的這個欄位喔 然後把它Visible 有沒有 它的Pivet Item 指的是它的項目 Visible指的是 要不要看到 等於Force的話 就關掉 關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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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了 OK 所以喔 其實是可以Run的 所以我們這樣就OK啦 那我們其實 就可以把這個樞紐表 加上相關的註解 所以啊 我們剛剛註解 第一個 新增 應該是什麼 插入樞紐分析表 有沒有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呢 這個地方應該是什麼 拖拉到尺 有沒有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應該是 拖拉到裂 然後最後的話 是隱藏什麼 隱藏那個102 103 114 就分別把那個什麼 註解加上去 你會發現 喔 樞紐分析表OK了耶 那如果將來喔 假如說你要產生 其他的樞紐分析表 如果你不想重新錄製的話 其實是可以拿這個來改就好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喔 把那個剛剛的那個動作錄是